一名洋人女子早前在吉隆坡双峰塔 阳光广场因为没有戴口罩 被一家奢侈品店聚于门外 而大感不满 还和店员争论 事件随后在网络疯传 警方已经鉴定这名女子的身份 并且会在近期内传照她问话 金马警区主任诺德汉指出 警方已经确认了这名不戴口罩的洋人 女子身份 当局援引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 法令第21支A条文 以及2021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疫区内措施条文 第17支一条文来开档调查 并且会尽快传照女子录取口供 在此之前卫生部长凯利也在推特 以入乡随俗来告诫女子 无论在我国的任何地方都必须要佩戴口罩